所以我们今天 第一个是福慈悲 慈悲到极处 他都做出好样子给我们看 这个身体在世间需要的是什么呢 饮食 衣服 这边风雨的地方 你就可以了就够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使劲 三一一步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这个视线告诉我们什么呢 身体在这个世界 它所需要的很有限 你只能保持它最低的这个极限 这身体就不会坏了 这个叫做什么呢 中国古人叫知足长路 真正做到了 余人无增 余事无求 世间人增来增去的什么 还不就是这些自身之具吗 他要贪图享受 还不就是这些 像释迦牟尼佛那种生活 谁要啊 谁都不愿意过这个生活 绝对不会有人跟释迦牟尼佛 争这个生活的资源 不可能 他表演这种东西给我们看 我们没有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功夫 那叫正功夫 他身体真的是清净 我们从他的一身形医当中看 他的身体确实是金刚不坏人 每一天露宿在外面 他养成习惯了 这是学习古印度宗教 跟哲学里面那些大德的苦心 把物质生活 降低到最低的水平 他得自在 他心永远是定的 他不贪 不沉 不痴 没有傲慢 不怀疑 他都没有了 这个叫得大自在 这是大自在的生活 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 饮食 衣住 制度环境 顺口而止 不需要讲求华丽 摄持 那是错误 那就是罪过 我们的心才能回归到情境 能够 帮助 帮助